政府拿了一堆錢 幾千億幾千億這樣子 要嘛就補貼 要嘛就補住 到現在我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水費吸收多少 電費吸收多少 沒有辦法明確的回答 我都還沒問你 細項的時候你都沒有辦法明確給我們一個數字 那無怪乎人民就有一個感覺 缺錢的時候你就 轉價成本到人民身上 都是你們在講啊 評審嗎 這個時候選舉選完了 電價就要找我們來開刀 下一個開刀是不是水 就叫你的邏輯齁 我們一直強調是說不要截貧忌富啊 就是認為說在這次如果說 電價即將要再調漲的話 能不能330度以下民生用電不要漲 因為它是全國人民最一般的基層的人民啊 那你一直強調是說啊 過去幾年啊 台電已經補貼了很多 所以說已經補補住了這個電價 所以說這個非常不可的概念啊 那我想請教 水費我們跪去幾年有沒有補貼 水費的部分不是用補貼的方式 那我們有沒有政府的預算來支出或是因應 過去有一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的水價 我就直接講我們現在水價 也有委員提到啊 水價相對比較低廉啊 那水價現在是不是反應成本 確實還沒有除了反應 差多少 大概有差到一度大概有一塊 一度有一塊 有一塊 一度有一塊那比例是多少 現在一度水平均是12塊左右 所以說差哦這樣也有十分之一耶 過去政府補貼 所以造成電價一定要漲啊 明天有可能 電價審議小組就會漲啦 那你現在如果說要漲的話 那是不是合理懷疑 下一階段你們也會 針對水價的部分也會做調整 水價的部分 目前有耗水會的徵收 那相關的部分 那我們會跟耗水跟水價一起做評估 一起做評估 是 那我們每年用在水價的補貼上面 你說一度水補貼一塊 那我們每年用在這樣子總預算多少 我們總共補貼了多少 不是 離島差價補貼差不多是 離島的部分是特別的 水價差價補貼差不多是11億左右 41億 那全國咧 大概是這樣 全國總吸收41億而已嗎 那台水公司 跟委員報告 剛才蘇總報告是那個離島的 是離島嗎 那我現在問的是全國啊 全國的 他現在部裡面給我們 是有一些工 工件的 預算 來 呃 增加我們的一些像 備援槓管計畫的一個 請那能不能直接 回答本席的問題 那我們全國一年 針對水費的部分 這中間的價差有多少 那就等於是政府政府 政府吸收也好 補貼也好 或說 調配也好 有多少 呃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公司是去年是虧損 43億左右 那那這個 這個是 呃 目前 部裡面跟葉米是沒有做什麼 只有剛才講 只有水費的部分就只有離島的 差價的 來 拉回來 來部長 部長 部長 本席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這就是 水跟電都是民生必需 對 那 我們一直覺得是說 哇 經濟部你掌管水電 然後 台電自來水 這都是我們 等於是國家企業了 政府拿了一堆錢一次就幾千億幾千億 這樣子 要嘛就補貼 要嘛就補住 但是到現在我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你到底水費吸收多少 電費吸收多少 沒有辦法明確的回答 你連那麼基本的 我還沒有問你細項喔 我都還沒有問你細項的時候 你都沒有辦法明確給我們一個數字 那無怪乎人民就有一個感覺 就覺得是說我現在 缺錢的時候 你就轉價成本到人民身上 剛要漲電價的時候 你就說啊 人民要漲 要動漲 以前動漲的時候 以前在野的時候就講說台電有長電 以前動漲 以前動漲的時候 以前在野的時候就講是說啊 自來水 這個一定有漏水很多 所以只要把漏水 接水管接起來 不漏水了 台電就可以轉回 台水就可以轉歸回營 那都是你們在講啊 那人民沒有辦法看清楚 全貌人民才會覺得是說 诶 評審嗎 這個時候選舉選完了 電價就要找我們來開刀 下一個開刀是不是水 我只請教一件事 明天電價審議小組會調漲 有可能調漲 現在傳出說是全面都要漲 有可能是迎來民進黨政府 八年執政最大的一個漲幅 有沒有評估過 如果說明天真的調漲之後 物價會跟著上升多少 物價的影響有多少 因為相關的這個相關的審議 明天才會審議完畢 那一定有 應該有評估吧 我們當然會在相關的 國內的 高漲價的方案 低漲價的方案 然後連帶的可能我們 全國的CPI指數 我們全國的物價指數 可能會有多少漲幅 因為本席問了好幾個單位 包括中央銀行 包括中研院 我們都問說 你們很樂觀 說今年2024年台灣的物價 會趨緩 通貨膨脹會趨緩 你們有沒有算到 今年4月的電價調漲 中央銀行說沒有 中研院也說沒有 代表這一些國內指標的經濟機關 給我們數據的都很樂觀 因為他們根本都沒有算到說 原來今年4月電價要調漲 那電是萬物之首 電漲了所有都起來 水電就是最基本的民生必需啊 所以有沒有算過 如果明天電價調漲的話 不管是高標不管是低標漲價 物價會連帶波動多少 這個當然就有方案會討論 那對於能夠盡量穩定物價的這個部分 確實是在電價審議會裡面會去斟酌的 有算過但不能講是不是 因為方案的部分還要再討論 明天會去討論 那你現在傾向是高標中標 還是低標的漲價方式 我們會把相關的各項委員關切的問題 會在委員會裡面會去做相關的斟酌 部長明天那個電價審議小組你會出席嗎 我不是電價審議會委員 那誰會代表經濟部出席 呃是市長主持 市長主持曾市長 呃不是林次長 林次長 是 本席再一次利用經濟委員會的機會 本席現在也是國民黨團的書記長 我鄭重的 誠摯的告誡經濟部王美化部長 農漁用電 教育用電 大眾運輸用電 以及330度以下民生用電 這一些都是直接影響到一般民眾生活的 能還漲能動漲 就要先考慮不要調漲 工業用電 因為它有經濟發展的一個運作 也因此工業用電如果要漲 可以考量它的一個經濟狀況 但我真的拜託王美化部長 苦民所苦 了解民眾的心聲 不要再雪上加霜 謝謝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更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我待會兒讓我來 sins 是很久便 在那兒 除了 我待會兒